想你的风 不对啊 是降价的风 终于吹到了长安马车扎 三好学生啊 马车扎340行业 现在起售价2.0版本的 只需要14万9千8 那现在给了一个政策 全系之降 1万块 那这不是真正的到底的价 真正的是我们推荐的2.5升的版本 2.5升呢 它是带智能可变钢的这个技术 更省油 那它现在的价格呢 降完1万块钱以后是16万5千8 它同时啊 现在是直接制高降1万7 15.88万 2.5升呢 现在新增了一个畅行版 是16.88万 所以说现在它的价格是非常合适 而且它带了一系列的政策 那之前写的是无免一 现在是给了四项政策 置换补贴1万块钱 然后贷款呢 是有8万块钱的一个免息额度 那再加上它的终身 免费的基础流量 还有一个呢 是终身质保 这也是日系盒子里面 唯一一个提出了一个 终身质保的一个车型 所以我觉得这是马自达的一个诚意 3450行业 现在无论是它的价格政策 还是这个车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而且这套政策呢 是4月30号之前有效 所以说啊 喜欢马自达的朋友 现在赶紧到店里去看一看 当然最后这一点呢 是要告诉北京的用户 现在北京朝安区呢 推出了一个购车补贴 现在给到马自达3650行业呢 是至高4000块钱 那叠在一起 17000加4000 已经达到了21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在北京买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香的一个价格 喜欢马自达的朋友们 赶紧行动吧 降价的风吹到了马自达了 好 既然是上新了 我们再给大家插播一下 增加一下这个 畅行版的车型的讲解 那现在其实 4S50行业呢 它是燃油版是推了六个版本 2.0升和2.5升 各三个版本 现在新增这个2.5升的畅行版呢 是介于月行版和制行版之间的一个配置 售价呢 是169800 那它跟之前的入门版的月行版 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是增加了一些配置 比如说全景影像 比如说前后的那些雷达 然后包括左右两侧的这个 倒车进的一个电动折叠 还有后排的扶手 包括双容区的空调 这些配置是新增的 那现在月行版啊 它的入门价格呢 是158800 那现在畅行版呢 是169800 价差了大概1万块钱 但是这些配置 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说在选车的时候 我更推荐大家选择这个畅行版本 官方已经给你想好了 降了17000块钱 169800就能提到 3S50行业2.5升的排量 15万级 唯一一个2.5升自吸排量 而且没有颗粒捕捉器的车型 4S50行业 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了